来拍一个驴场的A80探索机键盘的开箱 是它的说明书 然后我没买那个带灯的 这个就是驴光 是一个金粉 你看它的就是这样 看它的配件 配件是一个取件器 还有4个Mac系统使用的Command键和Option键 替换这两个 这是它的插电线 这个背面还有两个小托架 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这4个苹果的Option键和Command键给它更换一下 谁说的有手就能换啊 好像可以 好了 这个换好了 有感更轻一点 对于就是经常卡字的话不累手 好 现在就是说4个苹果系统 Mac系统的键帽就换好了 好 现在我们来连接它的这个蓝牙模式 我就不用那个2.4G模式 2.4G模式是要插这个USB插口的 因为我的电脑是一台MacBook 所以它只有一个Type-C口 现在这个是有线的一个模式 我把它拨到这个无线模式 然后方便我一会儿来匹配我的蓝牙 我已经把键盘底部开关拨到了无线模式 这个时候我要短按FN加E键 它的蓝牙连接方式是按住FN键和E键 蓝色灯光闪烁 然后再长按FN加E键 直到开始闪烁蓝色灯光 成功进入蓝牙匹配模式 这实在我们的电脑上就会显示出一个 Iconics Ever80B的一个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来 现在就是一个已经连接上的状态了 现在看一下打字的效果 其他的按键 它这个金粉轴的声音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舒适的 又不是很吵 但是 非常的软 它是没有背光的 因为我没有选那个带背光的 它这一款的背光是那种七彩的炫光 就感觉有点不太能接受 所以就买了这个无光的 因为如果你在书桌上 光线很好的环境下去使用键盘的话 其实它也不太需要背光 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关于这把键盘的开箱 总体来讲 它对于经常去打字 有打字需求的用户来讲 它是一个手感很舒适的一个键盘 我选的是金粉轴 如果你喜欢敲击的顿感很重 也可以去选择黑轴 然后如果喜欢那种声音是很清脆的 那种打字机的声音 也可以去选购轻轴 好 那今天的这期分享就到这里啦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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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